警察節慰勞辛苦的第一線 總統行政院長都來了 只是來到內政部 卻獨缺了部長徐國勇 原來他上午臨時發現 自己快篩陽確診了 剛剛我從總統官離開會出來 有直接和徐部長通話 他的狀況還好 只是有一點鼻塞 要進一步來 我建議他要好好檢查 但近來內閣確診狀況 還真的不少 從一開始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疫情指揮中心有指揮官 陳時中社區防疫組長薛瑞源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 發言人莊仁祥 現在又增加了徐國勇 他緊急到內湖三種就醫 等於行政院累積第四名部會首長展翼 但還有選情是不是也讓院長頭疼 因為民進黨在雙北提名卡關 現在傳出新北市 因此蘇西已經喬好要推出立委羅智政 台面上所說出來的人才都是非常好的人才 我們都會全力來支持 不過選舉的事情是由黨中央去處理 我負責行政院為國為民服務的工作 蘇西看來對羅智政還算滿意 不過相較而言北市若要陳時中出陣 勢必得處理指揮中心是否裁撤 部長一直怎交棒 但現在民進黨已經拍板 七月十七就要召開全代會 以這時間點來看確實橫趕 大一之年疫情緊扣選情 每一步都得斟酌再斟酌 TVBS新聞講 莫宇李宿恆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免費 再開啟小鈴鐺 確認